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大家還記得左邊的照片嗎? 左邊的照片是這樣寫的 長實買樓找笨實 未入伙二虧百萬 見其撻地會破產 深水炸彈死都慘 這張照片是去年飛揚二期開售時 因為二期比一期便宜了20% 所以一期的業主是五百萬 馬上輸了一百萬 所以有些飛揚一期的業主出來抗議 飛揚一期已經在三月開始 陸陸陸陸陸入伙 亦有些租盤成了 既然業主入伙,已經不用撤訂了 所以這段影片不會說 飛揚一期的業主是否撤訂 今天就集中說 既然飛揚一期的業主入伙 他們現在追、渡、沽的策略是怎樣 所以這段影片也很有資訊性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請幫忙訂閱 請讚好和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看廣告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說明追、渡、沽的策略 追,追即是買多一間 究竟現在飛揚一期 就貴過飛揚二期 究竟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溝探去買多一間呢? 我的意見千萬不要 因為我看過樓市還會繼續跌 譬如說,我可以溝探去買多一間 雖然你是有錢 但你今個月買了 到年底你還是虧 你還拿著兩層樓 還要虧 即是你已經有一層在持 你拿著一層樓 你還要虧 比兩層樓 虧上家虧 所以身為飛揚一期的業主 即是這層樓已經在輸 千萬不要再多買多一間 你只會令自己 虧得越來越多 追,講完,講講渣 渣即是持有 持有只有兩種狀態 一種狀態是自主 另一種狀態是收租 自主是沒得說的 我們就說你收租 收租我們要看回報 我們找到一個月頭 有一個一房出租的記錄 這個一房放了半半 一個星期就立即租出 連租金也有11000元 這次出租的單位 就是飛揚一期二座高層D室 上面是282呎 是一個一房 連一個開放式的廚房間價 可以看到這個海景 原業主本來是12300元 但最後是談完之後 只收到11000元的租 如果以11000元租 除以282呎 即每一平方尺的租金收入 就是39元 屯門的代理 如果是赤租39元 就在鄰近屯門的名門山這個租金 其實大家都是三十多元 其實不是高 亦不是低 可以說是市價 這次他就很快手了 收樓之後 一個星期已經租出了 原來這個業主 在2022年7月 是以508萬 一手賣入這個單位 現在這樣計快 租金就有2厘6 大家一聽到2厘6 是不是很少 這2厘6 不是很厲害 而是高層 即是還要靠猜項管理費 以及地租 才能取得到 如果靠這些集行 其實只有這幾 所以香港的住宅賣業投資 真的完全投資不過 租金會報這麼低 其實我存一個定期 4-5厘一定有 但大家要知道 任何屋苑 其實這個 越小的單位 尺租越貴 即是一房 是貴過三房的 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一房的人 是捨得起付錢 差一點點 原來一百分比這麼大 但因為三房 租金貴 其實你加一個小的百分比 租金特別是外眼的 即是如果連這些租金會報 都這麼低 表面有兩厘幾 實際只有這幾 所以其實不要說 追不要追 持續也不要持續 持續也不要持續 前面說了 不要追 即是不要買多一間 亦都不要持續 為什麼不要持續 因為租金會報 真的實在太低 剩下最後的選擇 就是要沽 我跟大家計算 大家現在試了多少 假設像這位朋友 一個五百萬的物業 到去年二月 這個飛揚熱期開售 已經是不見了兩成 所以他才舉個牌 出來說不見了一百萬 好了 由去年二月到現在 是不是還要再跌 我覺得應該會跌多一成 即是換句話說 它是不見了三成 一個五百萬的物業 你不見了三成 你就是蝕了一百五十萬 現在只剩下三百五十萬的市值 好了 究竟跌勢跌停了嗎 如果跌停了 其實大家可以持有 反正它又不升不跌 今天大家都輸到這樣 但我覺得跌勢未完 尤其是今年年尾 到現在這一刻相比 應該還會再有一段跌 再有一段跌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是這一刻 在相對高位的情況下 你走去沽了它呢 因為以前是留花期 你就不可以沽了 但現在已經入了火 已經不是留花 那你應該立即沽了 其實大家由去年二月 這個飛揚熱期開售 已經知道 飛揚一期就不用看 一定是輸的了 所以其實在去年來說 到今年收得位置 這一年其實有很多人 已經選擇了 尤其是見企 那些選擇了撻定 我亦相信 有些買家就不敢撻定 因為他怕發展商 一撻定的時候 就會追他差價 所以他怎樣也好 就算自己不夠錢 問親戚問朋友 這樣頂都頂到自己 上到會位置 上到會 終於收到樓之後 就可以賣了 如果在這個情況 買家更加需要立即賣 因為其實問朋友借錢 問親戚借錢 始終你要還 好 你終於上了會 上會之後 你盡快繼續沽出去玩 當然 你有機會一無所有 因為你的首期已經輸了 現在至少跌了三成 所以你的首期其實已經輸了 我講到這裡 大家都知道 追、渣、沽 這三種策略 只是最後一種沽 是可趣的 即是前面那兩種 亦都不可以走 沽來講 你亦都要盡快沽 我跟大家說 我覺得樓價還要再跌的時候 你現在這一刻沽了 是輸少些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經常跟大家說 屯門的半生盤 羽本山 這羽本山 就是現在的人買出來 每個人都會輸兩三成走 而我昨天提到的 Lofo Land 一樣 結果都是 大家賣出來 亦都要輸兩三成走 我估計 今次飛揚一期 現在業主要收樓 入貨 他們應該有很大批 都會賣出來 結果一樣 都是要輸兩三成走 還有另一種 飛揚一期又二期 收樓之後 是要顧的 因為地點問題 大家都知道 地點是屯門的屬管窟 其實屬管窟 現在有很多樓盤 很多樓盤 尤其是新樓 為了買出 怎樣 沒辦法 新樓 你二手也要批 未來這個掃管窟 這一區的樓盤 應該就非常低價 我相信掃管窟的樓價 很快應該會跌出 一萬元 我在說新樓 新樓很快會跌出一萬元 如果真的跌出一萬元 其實飛揚一期又好 飛揚二期又好 還有貨尾 那些貨尾 是否要收樓 又要批價 那麼你們一期好 二期好的業主 又是一樣照書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希望我今集這條片 能夠幫助到飛揚一期的業主 究竟決定 你們收樓之後 追好啊 抓好啊 還是沽好啊 好了 今集就在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收聽 還有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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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